爆炸气旋席卷之下 纽西兰遭逢本世纪最严重的洪灾 恐怖的泥流淹没加园 民众为了活命拼命往高处逃 但仍有人惨遭灭顶 而纽西兰不止洪水沉灾 当地15号晚间又发生瑞士规模6.3的地震 让当地民众极度惊恐 而日本不止暴雪沉灾 路而岛的阴岛火山 则是一周内三次喷发 纽西兰遭逢21世纪最严重洪灾 湍急泥流如猛兽四处流窜 一名男子被洪流吞噬半个身子 努力撑住不被灭顶 一场风暴天灾让纽西兰宣布 国家历史上第三次紧急状态 这种洪灾的RPG已经很浪费了 我还没想到尝试它 来吧 也发生惊人土石流 大量房屋被滚滚泥流瞬间摧毁 民众望着完全变形的住宅 忍不住泪崩 可怕的洪水侵蚀路面 导致大面积坍塌 北岛部分地区通讯瘫痪 高达14.4万户停电 纽西兰吹起夺命气旋 日本路尔岛的阴岛火山 则是一周内三度喷发 监视器拍到火山口冒出滚滚浓烟 直冲2400公尺高空 滚烫的熔岩如新火 从火山口蔓延流下 遮天蔽日的浓烟 吓得鸟群四处乱飞 当局将火山警戒级别提升到三级 要求居民和登山客远离火山 北海道和西系则是暴雪成灾 日本情人节急冻降温 许多原本就积雪的地方 又来一波猛暴性降雪 西系线积雪量197公分 全国最多 原本的车站竟被雪墙遮盖到 几乎看不见 北海道则有3D测到零下30度以下 记者尝试在户外甩尸牛仔裤三分钟 结果衣物动得硬邦邦 日本预计这波大雪在周三晚间 还会持续加强 呼吁北部地区民众要严防雪灾 记者综合报道